手感有问题 我今天手感有问题 哈喽大家好我是飞行员 德华昨晚用白礼手约打出了3.0平胚 是我没想到的 不过和他之前的二连方哪吒相比 还是进步了一点点 五楼你先拿个辅助好吗 可以吗五楼 在选英雄阶段 德华一直问五楼要不要先拿辅助 然而五楼并不想搭理他 于是德华选定了白礼手约 但是等到五楼选英雄时 直接描锁了一手承接江子牙 此时德华还没有意识到 实际的严重性 可是队友开始慌了 联盟互换战令雄 最后德华看到队友的三个六度标 才发现实际好像不太对劲 他妈的号不要了呀 我单位太低了我跟你讲 高分段谁敢这么搞 江子牙你好不要了是吗 一挤来到现场 德华最难少中还想埋伏一手 却没调到对面射手和辅助 一击就连提打了个德华 挫手不及 二级回到线上清完兵线 德华还不老实 跑到河道草丛放盐 又被逮到 这局刘备也是够残 带着闪现打野 这不看到狼狗被德华打残 直接闪现上去 手下笑名人头 爹 揭嘤 爹 爹 爹 来到五分四十秒 刀花队这局看不到任何希望 于是召集的有投降 最后还不忘威胁一下江子牙 准备投降吧 江子牙你下次再让我看到你 你耗币没 这次我也有点疼就算了 时长不够对局来抽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一句德华喜羊羊的表现 小羊两级散路强杀圆哥 收到了吗鬼骨子了 德华说到走到刚升二级就来到上路想要强杀圆哥 不过圆哥命大四血逃生 霍武和张飞赶到堵住德华去罗 此时圆哥趁乱想要倾线 却被德华带到机会 二闪加一技能塔下枪杀 还敢亲兵 请求集合 好的 注意半路接上 哎呀 还不错吧 超级无敌 霹雳手雷 碰 你回不回来炸死你 豆花的喜羊羊前期玩的相当快乐 右上角6-1的战绩也给了他嚣张的资本 不过气急这波豆花和圆哥的操作让我连干两碗大米饭 我连干两碗大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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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给你啊队友啊 我又是这么大 我连干两碗大米饭 不是吧 德华看到队友惨不忍睹的战绩 陷入了深深的决望 因为他也清楚的知道华西必出一成定律 我靠你们给点力啊 不是吧 哎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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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死了 这下烈了 那是个几宝开的 这个几宝开的 这个几宝开的 这波把塔守好 还有机会 一定要把高底给我守住 华木兰中箭就可以清兵 操作就跟尿疾的一样 来了 这个李白的傻鸟还到处刷个大招 刷个大招过来 清兵又没人来清 就我一个人在清 他妈怎么清呢 我怎么清呢 这下要是被马可波罗给反杀完了 你们直接去玩连连看吧 那花木兰在干嘛 花木兰在干嘛 17分钟队友都躲在高地 不敢出去 只有他自己在外面玩耍 李白刷到豆花被杀 最后水晶爆炸 啊怎么一直有地方刷大招呢 射手去玩连连看 碰